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在陶竹苗 這個雷震雨蠻大的 我們統計了一下這個閃電有多大 它這個閃電發源地大概在新竹的外海 差不多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一小坨發展出一大片的對流雲系進來 而且閃電很密集 我給大家看幾個數字 我們統計了其實新竹縣的新風箱 一個小時下的97毫米 這種基本上是用猛烈的雨來形容 到哪裡基本上都會淹水成災的 桃園市的新屋區也下了400毫米 半天就400毫米 然後十個小時的降雨 岩石很強降雨 然後北部的陸地跟海面 就這一塊一直延伸過去 從早上凌晨開始到現在為止 閃電了24.5萬次 非常多的閃電 所以請大家 我們代表雷雨季真的已經開始了 請大家都要提高警覺 那像這樣的對流回坡 那麼強 這麼大的 而且發展起來一小塊 凌晨發展起來 老實說真的很難預測的 大概都只能用監控來看 所以今天早上發展起來的 還好很快的在北部就弱掉了 雖然有比較大的雨 現在剩下的是整個中國南方 福建這邊還有一塊正在發展當中 其實我們明天還是有機會在台灣海峽發展出來一些很零星很小的系統 還是要稍微提高警覺的 但是大致上都是西南風的天氣 未來這兩天都一樣都是類似的 所以要留意整個在台灣海峽發展起來比較不穩定的地帶 理論上應該會少一點點 但是老實說還是要注意 因為這個系統都很小 都只能用滾動式的這種預警監看 才能夠來得到更好的預測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我們大概還是很保守的跟大家講 未來這兩天還是有這樣的機會 那接下來什麼時候改變呢 就是下禮拜一 六日大概都是維持這種很強的西南風 加上有一些不穩定在這個地方 預計下禮拜一有一道封面雲系在這個地方 各位有沒有看下禮拜有一道封面雲系會慢慢通過 所以下禮拜一下半天大概午後開始就封面很快的過境 整個全台灣應該就會有一些雨勢 後面就轉為偏東北風 所以禮拜二就有點東北風南下 開始有稍微轉涼一點點 天氣應該蠻舒服的 那這幾天要注意降雨 其實我們一直關注的是南部 南部今天山區有打雷 那這個平地來說的話 明天可能有一些西半部在西半部沿海會發展起來 其實北部都有機會 然後禮拜天應該也有機會 下禮拜一就是封面過境 一直延續到禮拜二的清晨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禮拜一禮拜二 封面過境全台灣容易有雨的天氣 那這幾天呢其實因為下雨舒服很多 不過呢陽光一出來還是變得很悶熱很不舒服 大致上呢這幾天的這個降雨 緩和 今天晚上都大致上是緩和了 但是我們還是留意到 清晨跟夜間還是有一些午後的鎮雨 所以明天呢應該各地的天氣是 情勢多雲偶鎮雨 空氣品質因過大雨刷洗資料還滿不錯的 請大家好好珍惜 但是呢就是不是代表說 整天不下雨 這個偶有暴雨的特性還是有機會發生 還有一些午後的一陣雨 所以我們給大家建議喔 西南風跟風氣面前緣的不穩定 這兩個合在一起 週末呢還是有一些局部的比較大的雨勢 下週一封面接近轉為全台都是有雨的天氣 但是很快就移動型的就過去了 週二東北風南下稍微轉涼一點點 但是大概就一兩天兩三天 很快就會慢慢的回溫了